大家好我是老天 今天带大家去逛一下广州这边的菜市场 在排水沟里面好多这种罗飞鱼 这个菜市场是这边最大的一个菜市场 一些本地人就在外面摆摊卖菜 这外面是卖各种烟菜的 前面这个摊是卖那些海鲜产品的 前面这个摊是卖那些海鲜产品的 海鲜33块钱一斤 花蟹48块钱一斤 这边这个大招蟹2两的18块钱一斤 这边是卖猪肉的12块钱一斤 卖海鲜的人还是特别多 这边是卖冷冻的鸡腿鸭腿鸡吃鸭吃这些 前面这个是卖烤鸭的 这边是卖新鲜的鸡跟鸭肉 这边是卖新鲜的鸡跟鸭肉 买菜的高峰期有很多 这边是卖鱼的 卖新鲜48块钱一斤 这边是卖海鲜的 各种海鲜都有 中秋节快到了 卖这个大闸现在很多 这一排全部是卖这种收菜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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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骨多少钱斤 这个是卖新鲜 这边是卖新鲜 的那些东西 卖新鲜 这边是卖新鲜 卖新鲜 有所计划 这里是卖各种熟食的 这一排是卖各种水果的 这里的水果比外面的水果要便宜点 前面用水果价格 北洋水果价格 最有限的水果价格 称为惠菜 在外面观点点 黄肯涂 预防竹 刚才给大家看的是广州最真实的菜市场情况 大家看一下国内的菜市场跟国外的菜市场有什么区别 欢迎大家留言 好了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